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黑貓老師 我們今天聊什麼呢? 我們今天聊那個拉瘋的男人 他買下來那個拉瘋的平台 也就是 X 前推特 推特的開引力到現在已經剛好一年 今天讓我跟大家聊一聊這一年賺了多少錢吧 本期節目由黑貓小隊贊助播出 好的 首先呢 推特在2022年的10月被馬斯克收購 在差不多2023年的5、6月 開始增加了盈利的功能 我呢 是從2023年的大概7月左右 開通了廣告分論的功能 差不多過了兩個月之後 他還開了付費訂閱 但是我到現在還沒過省 可能台灣沒有要開放吧 反正我看到有在開訂閱的網紅也不多 甚至連藍勾勾 很多人覺得沒什麼用也不序了 那重點來了 到底這一年我用推特賺了多少錢呢? 答案是 3968元 差不多一個月就10美金多一點 當時我還跟一些創作者組了推特10元幫 實際上就勉強跟藍勾勾的那個價錢抵銷而已 那我的流量呢 要到什麼等級的流量才能年收4000呢? 答案是 2127萬的曝光 也就是說一個月要有177萬的流量 才能每個月賺10塊美金 那我主要還是以文章跟梗圖為主的創作者 所以我的影片流量比較少 差不多43萬 假設我們全部用這個數字去估的話 那平均起來 一美金要3440的觀看才賺得到 差不多只有YouTube的三分之一左右 不過因為他沒有公開這個算法 然後我們抓不太到他的邏輯 有時候甚至你看整個月都沒有發 我自己觀察 台灣其實也沒有到很多的影片創作者來推特發展 而且不要說發展了 連使用的人都不太多 大部分就是像我們這種阿宅 因為要追日本的一些動漫情報啊 遊戲情報啊 Courser 或者是一些社徒 或者是喜歡政治 喜歡國際新聞 財經資訊 币圈資訊 這些人才會來推特 不過 我其實在推特混得還不錯 我超喜歡推特 雖然現在喜歡threads可能多一點點 要講這個可能你們不太相信 但是 推特在某種層面真的是我的救贖 大家有記得 就是 我本來 我是在FB說故事的創作者 可是後來就沒有辦法在FB好好說故事了 一來是因為長文的觸及率 那個時候變得很差 二來是FB的社群守則 根本沒有辦法捉摸 而且現在還鎖了外部連結 所以我要好好發一個業配文都沒有辦法了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麼在FB說故事 像是FB只要講到一些 呃攻擊的動詞 比如說 這個跟這個 就可能會被這樣觸及 或者是違反社群守則被ban掉 啊可是我是講歷史的 講戰爭的 啊是要怎麼不死人 對不對 或者是我講希臘神話 大家最愛聽的一定就是 咒詩他風流的故事 這個變態帥大叔 一直去找一些美女做一些色色的事情 每天在那邊 可是我在FB沒有辦法用文字敘述這個過程 因為會吃色情內容 還有兒童性剝削 然後被ban掉 所以我就 沒有辦法發長文了 欸不是我不發 是我沒有辦法發 我就流浪到推特 欸結果發現 這裡發長文的流量 反而是全平台最好的 不用擔心文字語 而且每天都在Twitter 跟VTuber一起講幹話 真的是很開心 感謝馬斯克 讚歎馬斯克 真的是很希望有一天就 不會被FB綁住 然後眾星跟粉絲 一鍵搬離 全部到YouTube跟Twitter 唉 好啦 總之我會繼續努力創作 黑貓老師 不脫稿 不脫言 感謝黑貓小隊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吧